第一步先用一个三通接这个氮气 秤管里面放一个不硕钢的内秤 这样比较结实一些 然后三通的另外一头接到SUP1的载气上面 载气 拧紧就行了 用8-10的单手稍微带一下 然后氢气和空气咱们接的是发生气 这个是空气这个是氢气 直接用发生气接过来就可以 同样的方式 然后这个是顶空接氧气 其中的一个气路接到这个顶峰上面就可以了 这个是顶峰的这个新方线 它是那种快插的 然后直接插上就行 然后这边呢 鱼气向着这个接头连上 把这个塑料盖着呢 就是用手拿掉它 把这两个线压上去 旁边有这个顶空接氧器的这个硬位标识 到时候对号一下就行 这样的话呢 就已经连接好系统了 然后旁边这个呢 是顶空接氧器 它的那个接氧针呢 是插到第二路上 接氧口2 插进去这样连接好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一个自动接氧器 这个固定盘呢 是已经装好的 这上面有写的 接氧口1和接氧口2 然后固定的时候呢 有一个螺栓 然后拧进去 这个是固定支架 把它拧紧 这个螺栓把它拧到位就可以了 自动接氧器从这个箱子里取出来 这已经转发了 这个是什么 它是什么 它是什么 都没听说 有点 它是什么 然后 觉得 有点 那么 不 我 你 这个地方呢是放那个顶空屏的位置 这些压力呢都是给你调节的都调节好的 也可以根据现场做样的情况来进行调节 做样的时候呢就是说用手来搬动一个一个的就可以了 这个是望左还是望右 有随随随吗 进步的盘子 往这是吧 完了这个自动接氧器呢就刚才插到那个螺栓上面就可以了 整体的一个效果是这样的 完了这个地方是有有个固定能明显的看到 这个是电源 这个是信号 这个是开关 这个目前先到这个下一步咱们再拍那个开机视频 有一个这种六角的一个扳手 这个位置把它拆下来 要装一个东西 装这样子呀 这还是装的 一切里面会带一个这种自动的镜样针 从这盒子里面拿出来 骨灵好上面有一个东西 我要拉一下 好 拧紧 先方有一个黑色的这个把它固定好就行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这个针就装好了 这路这样器的这个信号装好 咱下一步呢 就是说全部都连完了 咱们准备给你开机演示一下 这是自动接氧器的一个信号 然后信号线接过来 这是自动接氧线的信号线 再过来之后 压到那个装子上面 这边会给你贴好了 自动接氧器 知道吗 自动接氧器装上 把这两个信号压上去 对把它压好固定好就行了 然后把摄谱机的电源插好 把待会又开机 顶空的那个电源 在那个下方 所有的信号线都连接好之后 这个是自动接氧器的电源 插到前方 整机呢 整机呢 已经准备好 然后我现在开机 先通气 在开机之前呢 先把这个器呢 先通上 一定是要通 那个载器 淡器 一定要先通好 这些载器 这个网口呢 是 这个是网口 这是连接电脑的一个信号 用管线吗 然后现在呢 就是目前的是自动接氧器 包括七央摄谱 已经开机了一个界面 摄谱的一个界面 上面会有相应的介绍 注箱 检测器 所有的信息都在这上面 自动接氧器呢 现在是系统启动中 顶空接氧器 这个是把这个 这个跳成几位 没有影音吗 你先我就 我陪着 整机的才有全EPC的一个 气氧摄谱模式 所有的信息 都是通过电脑进行调节 自动接氧器的一个界面 应用界面